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次收购的商场和领会6月初向南风收购的南风广场只是一街之隔 都是鄰近港铁的将军澳坑口站 计算原本属于领会的厚德商场坑口站一出来 同一面的三个商场都是领会的 区员就担心商场会变成单一化 当区里面七个商场有四个都是由领会拥有业权的话 未来就会出现了垄断的情况 但是小市民或者我们就很担心这样其实减少了区里面的购物的选择 一些中小型的商铺很有机会买少见少 陈先生在海悦豪园经营发落千多尺的铺位 月租6万元 明年年中租了其满 他担心领会成为业主之后会大幅加租 他说除了租金压力之外 最低工资的实施都增加了营运成本 概叹现在小生意难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